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还不睡啊 我都快让你折腾散架了 天谦 如果真如离境所说 孟元上圣元神一旦归位 东皇中上的封印也会减弱 金仓破终而出 那时你会怎么做 怎么了 若七万年前 你有机会先一步封印东皇中 你会不会真的替孟元上身去 师父带我恩重如山 我有机会替他去 当然会去了 昆仑旭任何弟子都不会有 怎么 睡吧 睡吧 叶华 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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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笑什么 许多人都会认错 你跟我师父 但是我一次也没有认错过 除了初次 见你在东海的时候 我愣了一下身 你跟师父 还是很不相同呢 是吗 师父的眼睛呢 不像你这般漆黑 不像你这样 谷水无波的 你说 你在神仙里面 也算年轻的 怎么这样老成 显得比东华帝君还要老成 你再看一会儿也无妨 看累了 就躺在我怀中睡一会儿 天都亮了 那你要起来还是在睡呢 有点口渴了 命人煮茶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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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从今日起 你派人实事留意洞荒州 如有异度 立刻来报 君上的意思是 那情仓要出来了 这件事你不需要清楚 你只要记住我的话 只要东荒州有异度 不要惊动任何人 立刻来找本君 是 娘亲 你看得太快了 你一个小孩子家 看那么仔细做什么 等我看完了 讲给你听啊 娘亲 我更有事 每次都这样有关 我看到我们的孩子 我今天和你上试了 最后一 WAT 你这件事 通过我们的交易 如果你那边 我没有那么帮助 那我跟他 我 没错 我还是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师兄 妈 她都希望是 Packled 我打折 if 介绍 忙于政务 茶都没来得及喝 就凉了 母妃让人再去 提一杯新的给你 好不好 何必如此麻烦 此茶的温度正合儿臣的胃口 那茶不能喝 这茶有什么问题吗 我只是担心你喝了凉茶 身体会不舒服 你毕竟才刚大病出狱 万一喝了凉茶 身体又病了怎么办 无非不必忧心 此茶 她正是浅浅为我准备的 里面添加了不少折烟上神 给她的养生补气丹药 正是用来调理身子的 她怎么知道 我偷偷放了调理的丹药 原来如此 上神有心了 娘娘无须客气 毕竟叶华也是我未来的夫君 我也希望她尽早调理好身体 话说到这儿 让本宫想起来你二人的婚事 上神已经先后来九重天两趟了 如今 也没有要走的意思 要不然把婚事提到日程上来吧 把这桩喜事提前办了 一来合乎天族的传统 二来也算了了天君和叶华父君的心事 上神意下如何 虽然我是青秋的女君 但是我毕竟上面还有父母在 婚事也要先问过他们 好 这样 我跟天君先说一下 提前准备着 毕竟 天族和青秋的婚事 是大事 马虎不得 阿奶 阿丽喜欢你 对 那你的意思是 平时就不喜欢我了 平日也喜欢 但今日最是喜欢 阿姨就盼着 夫君和娘亲能早日成婚 这样一来 阿丽就能光明正大去找娘亲了 那要是不成亲的话 你就找不到娘亲了 若不成亲 娘亲她总是要顾及天族规矩 偷偷来寻夫君 你看这次 就又是深夜偷偷来夫君的请殿 若每次都这样 阿丽找起来实在不方便 叶华 怎么总是不讲话呀 正如母妃所言 此乃天族和青秋的大事 须得由天君和胡帝商谈 记不得 你心里有数便是最好 本宫就不耽搁 太子殿下处理公务了 先走了 宋儿宫送阿奶 去看书吧 你怎么知道 我在你的茶里面下了调养的丹药啊 连我母妃都晓得这茶有蹊跷 我若不清楚 岂不显得昏运乌鲁 原来勒须娘娘来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啊 我说她怎么来得这么匆忙 你们天族规矩真多 心思真多 怎么如此看我 没什么 只是觉得这一趟东海营州去得知 如今你与我说话都活过了不少 我年少时就是这个性子 只因现在活了十四万年 四海八荒称我一句孤骨 自然不敢言语太过轻浮 我们的婚事 你是怎么准备的 这是大事 必须从长计议 这几日东华帝君刚回来 有许多事要跟天君商议 得过几日天君空闲下来 我亲自去与他走近王国 要等这门葫芦 不知又要等到何时 我先去和几个哥哥招呼一声 让他们在阿爹阿娘跟前说说 免得日后门葫芦去了被刁难 さ wouldn'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message 打赏 老是自己择